香港频道 小市民 小生活 陪着你的是 东家豆 茶餐厅 香港的茶餐厅 香港频道 小市民 小生活 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人 是我 我的名字叫做东家豆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 讲什么 今天想和大家讲 茶餐厅 香港的茶餐厅 在很多 网络介绍香港这个地方 很多都有提到 充满香港特色的茶餐厅 而我觉得 如果有些朋友来到 香港这个地方 应该去茶餐厅 感受一下这个风味 以前我都很喜欢去茶餐厅 尤其是90年代 现在就少了很多 可能 跟个人习惯 生活方式 改了 又或者 好像其他女性一样 我呢 就会随着另一半的 口味 而改变 那就是说 以前我那些男朋友仔 会常去茶餐厅 那我就跟着去茶餐厅 现在的男人呢 就喜欢吃这个 酒楼点心 那我又跟着去吃这个 酒楼点心 哎 你说我真是 挺没性格 好 茶餐厅 我最先想起它 不是杯奶茶 不是它见西多士 亦不是它见蛋撻 而是那杯领水 那杯冻领水 因为它是很甜 很浓郁 茶餐厅的冻领水呢 我觉得 相比一般的快餐店的冻领水 是很不同的 当时我觉得 很好喝 好喜欢喝 这个感觉 在快餐店 是不能够满足到我的 我试过在家 自己做冻领水的效果 当然不可以跟茶餐厅比较 但是呢 自制的冻领水 是很能够满足到我的 不过当时 我是下的糖分 差不多七至八斤砂糖 好客人 还喝了一段时间 如果资料没错的话 一斤白砂糖 等于35个卡路里 那八斤砂糖 就等于280个卡路里 哇真是 只是那杯饮 都这么净量 都未够食物了 我想 茶餐厅那杯冻领水的糖分 应该都不会舒适得过我自己冻的那些 好了 除了一杯冻领水 还有很吸引我的 是它的蛋汁 真是 令人觉得 哪里都吃不到的 那个 鸡蛋炒得很滑溜 也被人感觉很浓郁 一咬下去 那些蛋汁很澎湃 那种生熟程度 对不对 还有鸡蛋的厚度 是不会舒适得过 那块面包的厚度 上碟的时候 一定会跟着那张餐纸 让你吃得干净一点 通常吃到最后 那些鸡蛋 会黏住那张汁 茶餐厅美食 吸引人的美食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茶餐厅美食 好 吸引人的美食 还有蛋撻 如果来香港旅行的朋友 我是会推介 试下这个 真是有香港特色的甜品 传统的蛋撻有两种 一种是酥皮蛋撻 一种是曲奇饼底的蛋撻 个人口味 就比较喜欢曲奇饼底 最好就加上一只匙羹 让我不利食 逐羹逐羹不利食 慢慢吃完蛋 然后才吃个饼皮 高级享受 然后隔壁要有一杯奶茶 这个早餐 真是天衣无缝 当然 要夹对时间 那件蛋撻 要刚刚出路 为什么不是喝冬领水 因为早上喝杯热的东西 不过你吃的 最好就是 在那间茶餐厅的门口 你会见到一盘盘的蛋撻 让你见到 然后你先走进去 而不是 入到去 先看个餐牌 选择蛋撻你吃那种 不过这些真是可遇不可求 因为越来越少这类茶餐厅 或者最好先上网查定资料 看定位置 锁定目标 对吧 其实很多地方的蛋撻 我都觉得好吃 只要它是刚刚出路热辣辣 已经很好吃 如果是 所以 躺了半个小时以上 即使那间店铺很出名 怎样令人潮胜也好 我都会大打折扣 不过蛋撻虽然充满香港特色 但又不可以算是百分百原创 因为 在欧洲几百年前 已经有类似蛋撻的甜品 英国人叫它吉斯塔 吉斯塔塔 都是以鸡蛋、牛奶和糖混合一些冻品 饼底都是硬硬的 所以 英式的蛋撻 慢慢传入香港 然后加以改良 香港的蛋撻最早期 是要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得到 在1940年左右 可能连我们妈妈都未出生 但是 直到1950年代 才开始在茶餐厅 当时叫做茶室 最初期的蛋撻也比较大 好 除了蛋撻 当然不少这杯港式奶茶 而且它很多时候都会成为震店之步 而且对很多人来说 一份早餐 这杯热饮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热奶茶的口味 比以前多了选择 例如有冰镇奶茶这类 冰镇奶茶 我也觉得好喝 不过对我来说太丰富了 我也是喜欢如果喝凍奶茶的话 我喜欢它的冰一边喝一边容易淡的感觉 冰镇奶茶由头到尾 质感都一样的 很浓郁 如果全杯喝完 那份早餐都好像不用怎么吃了 已经饱了 而现在的奶茶 不知道是越来越讲究 还是越来越不讲究 有时去到一些大的茶餐厅 连锁店 他们的奶茶苦劫得很过分 超标 喝下去是有点难受的 所以如果我去到一些茶餐厅 我会跟他说奶凌常 因为我想分开奶和茶 我自己下自己调味 如果有些朋友来香港 试一些地道奶茶 我都建议你上网看一些资讯 锁定目标 因为有些连锁店 它是用奶茶机的 调出来的效果是不行的 太浓的 太夹的 是不是他们觉得 龙和杰就等于港式奶茶 真的不知道 我反而觉得 反而有时 一些普通茶餐厅 会喝到 比较港式地道奶茶的味道 一杯这么能够为我们 生活打气的港式奶茶 很多时候都听到别人说 要冲一杯奶茶 一个钟头就学会 要冲一杯好喝的奶茶 十年功夫都未必得 那究竟是 技不如人 还是 心不如人 两样都很重要 有时候 看一些师傅 冲奶茶 就好像看一场表演 有基本动作 烤茶 撞茶 撞奶 然后 将两个壶 红茶 冲来冲去的过程 就将一些香浓的茶味 飘过来 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师傅就说 这些叫做 冲茶六部曲 哪六部呢 冲茶 焗茶 撞茶 焗茶 撞奶 总之 为了这杯 斯蜜奶茶 冲来冲去 撞来撞去 丝蜜奶茶 为什么要用丝蜜呢 我以前真的有这么想过 为什么用丝蜜呢 那么薄 不会穿的吗 原来不是真的丝蜜 它是一些棉沙网 原本是白色的 但因为经过这个时间的洗条 就将这个纯极的白色 滴不过这个刺激 又带侵略性的茶色 就变成了丝蜜的颜色 那么美味的奶茶 在家里是没有办法充到 这种港式奶茶味的 当然 它的茶叶是不会用 单一种的茶叶的 至于是用什么茶叶呢 我想都算是行内的秘密 独门秘方 粗中幼茶叶 都是不同比例的 色香味是缺一不可的 好 好了 刚才呢 说起 港式奶茶 香港呢 有一个叫做 香港咖啡红茶协会 他们会定期做一些活动 有学 冲奶茶咖啡的教学班 和一些表演 原来香港 目前目前有7000间茶餐厅 大约有14000名的冲茶师傅 各式各样的味道 各不各派的手势 茶餐厅的美食呢 当然还有很多经典 例如有西多士 炸薯条鸡翼 还有 这个菠萝油 不少得 不过呢 其实我没试过 在一间茶餐厅里 叫一个菠萝油 别人叫我 黏一两口来吃就试过 因为呢 我觉得菠萝包和牛油 是不应该混在一起的 到现在都是这样想 我喜欢吃菠萝包的面 是很好吃的 但是如果我想吃牛油 我索性会叫这个 牛油多士 这个很棒 那一块多士 外脆内圆 还在这里 热热的时候 那个牛油 是有一定的厚度 感受到那个牛油 慢慢融化 在面包里面 融合了 要试要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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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几的西多士 这个真的要试 不过呢 这个真的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心理战 打晒劫 因为是一个邪恶的食品 特别是对一些要保持健康的人 它的卡路里是差不多五百多 很夸张 因为一个女性 一般需要的卡路里 每日大概都是一千五百 左右 一天就足够了 除非有特别落洞 好 茶餐厅的美食 有很多 如果大家想试清楚 可以在互联网上 看看 找一些香港必去十大茶餐厅 香港茶餐厅必选 香港茶餐厅必食推介 等等 喂食的你 一定有一款令你心动 香港的茶餐厅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呢 很多东西都不是一来就来 是慢慢来的 茶餐厅也是 它是慢慢演变过来的 其实它也是受西方的文化影响 以前可能是英国殖民地时期受的影响 以前有一种叫做西餐厅 是一种高级享受 多数都是一些高级人士 上等人 一般的大众市民是没有办法可以去这些地方消费的 加上一些媒体 电视电影美化 令到一般的小市民 好像只有望而遥不可及 可能一些商人就是看重这一点 茶餐厅就相继出现了 以前叫做茶室 或者叫做餐室 这些的茶室出现实在为小市民 带来心灵上的满足 高级餐厅有奶茶 我们茶餐厅都有这个丝密奶茶 你还有咖啡 茶餐厅都有咖啡 还给鸳鸯 西餐厅有个馅饼 我们也有蛋撻 还给你夜撻 还有奶油多士 油尖多士 沙溶 应有尽有 以前的茶餐厅很多东西吃 以前的茶餐厅 经常听到有人叫这个 沙爹牛面 火腿通粉 干炒牛耳 附用炒蛋饭 好像来来去去 都是经常听到这样 接着就慢慢演变 茶餐厅有这个粥粉面饭 然后有小炒 现在还有泰式食物 越南食物 酒楼点心 应有尽有 真是精神可嘉 好 继续 我爱茶餐厅 如果大家去旅行 来到香港 去到一些食市 叫食物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语言上会有隔膜呢? 我会的 我怕对方不懂听说话 怕自己讲错话 有些 beer 尽那样 不过呢 来到香港的茶餐厅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可能 说了 也没有这个必要 就好像以下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问题啊 我问你A B C 还是B 餐 L 对了 是不是没有必要呢 其实不止茶餐厅的 有时去到酒楼都会是一样的 我说不该要鱼香茄子煲 他就说讀码号 所以就真的限水限力了 好了 刚才和大家说了 西多士的卡路里是522 其实茶餐厅的美食真的很超标 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有奶油多一件 二百八十一个卡路里 吞拿鱼三文字一件 三百三十六个卡路里 滤水鸡腿一只三百四十四 鸡尾包一个三百六十 蛋沙率三文字 三百九十 火腿蛋三文字 四百八十 猪扒包四百八十一 咸牛肉三文字 五百六十六 公司三文字 五百九十 蛋撻一格 二百一十七 炸薯条一份 一百八十 咖喱角一份 二百四十六 司华力掌一条 三百四十五 炸鸡翼两只 四百零二 菠萝油四百四十九 沙爹牛肉公仔面 六百六十八 餐蛋公仔面 七百四十三 雪菜肉丝米粉 三百五十 迷你瘦叉烧饭 三百六十 火腿通粉 二百四十八 尖多一百六十 当然啦 份量会有上落 不过整体也不少 大家经常吃哪一种呢? 嗯 我们去了茶餐厅 这么多年 不觉不觉 都吸收了一些 茶餐厅文化 例如 我们自动懂得说 热华田 茶酒 炒饭 酒青 冬奶茶 行街 嗯 现在还有很多 紫包饮品 檸檬茶小甜 这些都是受到一些茶餐厅的文化影响 还有他们那些沟通方式 简单的文字 生动的符号 对客人那种独特的招呼 都令我们明白 这些又明白这些 懂得看下那张埋单纸 那杯饮品的符号 零 铃 蛋 麵 在这一节 我也想和大家说一下茶餐厅课堂 首先有这个 饮品篇 行内语 肥妹 即是朱古力 二零六 即是二零落 涼茶 即是凍奶茶 好黑 即是好辣黑 脱色 即是领水 爆雪 即是加冰 爆岭 即是凍奶茶 酒石 即是不要冰 那即是说 雪和石都是同一个解法 小炒鞭 靚仔 即是白饭 靚女 即是白粥 扣底 即是少些饭 打烂 即是炒饭 烧衣 即是干烧衣面 潜腰这个 製水 即是干炒 滚水 即是礼汤 好了 还有厨房片 呃 櫃位片 不少得 有脚 即是外卖 单收 即是 事应通知 櫃面 有人来买单收钱 好了 呃 茶餐厅小用语 先说到这么多 时间的关系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稍后呢 会上传一张 将去年代的茶餐厅价目表 上去今集的频道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是个价钱表 你会见到一杯冻领茶 120元 牛油多士 60元 茄蛋三文字 250元 好贵 但是明知是去年代的餐牌价钱 一定有点误会 我想 难道是日本仔打仗时期 Yen 日本货币 原来不是 他们以前是习惯地写的 120元 即是 个二一杯 250元 即是 两个半 60元 即是 6毫子 一块牛油多士 原来是这样 好了 拜拜 多谢你们收听这个 香港频道 小市民 小生活 我是冬佳豆 拜拜 小路 大小 小火 小火